現在我們開始上課叫常見的酸 我們要介紹酸 介紹之前我們先提一下 你有沒有這種生活經驗 維他命C叫抗壞血酸 被蚂蚁咬 蚂蚁有乙酸 這個生物有叫今天有叫嗎 乳酸 乳酸 洗廁所 會用到鹽酸 這些東西都跟什麼東西有關 全部都跟 酸有關係 全部都跟酸有關係 這些都是 預測清潔劑洗廁所 在廁所用的東西有的是酸 有的是鹼 現在給你看的是酸 未來會出現鹼的 汽水裡有碳酸 去水裡有碳酸 醋裡有醋酸 OK 水果裡面有果酸 都跟酸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交酸 等一下會交減 不管交酸還交減的 共同的注意事項 通信 通信 要會背 某些個別的酸 有什麼特別性質 什麼顏色 什麼特性 什麼注意事項 把它記下來 把它背起來 OK 這就是你要學會的事 第一個叫酸的通信 請記住 第一個 所有的酸都會解離出青離子 所有的酸在水中都會解離出青離子 OK 古時候 古時候曾經誤以為所有的酸都有氧 所以呢 就把氧叫做酸素 日本人還留這個名字 氧叫做酸素 你會發現不對嘛 鹽酸就沒有氧嘛 對方就沒有氧 所以 是所有的酸都會有青離子 酸有腐蝕性 藏起來會有酸味 沒事不要藏 吃醋就算了 不要想要去吃一下牛蒜有沒有酸味 鹽蒜有沒有酸味 你就相信它有酸味就好了 不要去吃它 不要去吃它 OK 它有腐蝕性了 酸有腐蝕性 然後呢 它會直接變色 這個我們背過記得嗎 來 很少人考分紅 但是最常考石蕾跟芬太 有的時候會出現廣用 所以請你回答我 石蕾、芬太或者是廣用 分紅不回來就算了 因為分紅很少考 它什麼顏色 酸中啥顏色 來 這位帥哥叫做 十二號 十二 你挑一個回答我看你要講石蕾還是要講芬太還是要講廣用 石蕾什麼顏色 紅色請坐 石蕾 酸 分泰也很常問 告訴我分泰吧 告訴我分泰吧 分泰什麼顏色 那個顏色很特別 很special 三五 三五起來 酸分泰 酸中什麼顏色 沒有顏色 沒顏色 沒顏色 你確定嗎 確定 對沒有顏色 無色 再問最後一個廣用好了 我就想分紅燒好就不要問了 廣用 ELEVEN SEVEN ELEVEN 廣用算中什麼顏色 紅色跟黃色 你跟上 紅色跟黃色 請坐 它是個系列變化顏色 OK 就是它的顏色 要背 那分紅什麼顏色 粉紅 哈哈哈哈粉紅欸 黃色 假背 好指示劑顏色要背 OK 酸中顏色 酸會使指示劑變色 要背顏色 然後背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產生氫氣 什麼叫做活性大 就當初你背那個活性表裡面 活性比氫大叫做活性大 有幾個活性比 像叫銅鋼銀膜金 表示它們加西酸就不會有氫氣 活性大的金屬加西酸會有氫氣 要背好 還有下一個有學過的背 OK OK 金屬跟西酸 西酸會產生這個 不會有氫氣 這個我們後面有另外要背的東西在說 OK 它比較不一樣 加西酸酸 楊膜 這個另外一個要背這個 碳酸鹽加西酸產生二氧化碳 什麼叫做碳酸鹽 碳酸XX 碳酸鈉 碳酸氫鈉 碳酸鈉 碳酸鈣 叫做碳酸鹽 我們學過了 上學期做二氫化碳都學過了 碳酸鈉加西酸產生二氫化碳就是這個 碳酸鹽加西酸會產生二氫化碳 背 背下 這叫做酸的一些通信 這是什麼 哪沒學過 我剛才講過 哪沒學過這個 我剛才講過 哪沒學過這個 到底是哪裡啊 做什麼東西的時候 做二氧化碳的時候 大理石加西酸酸產生二氧化碳 學過這個 OK 好 我們所謂的強酸 強酸就是指它能夠完全解離的酸 可是不代表它的濃度一定會很高 硫酸在水中我們國中這樣教 你剛好中的教法不一樣 不要理它 我們國中這樣教 硫酸會解離出氫離子跟硫酸根 解離出兩個氫離子 它在水中幾乎全部都拆成氫離子跟硫酸根 所以我說它叫做強酸 它叫強酸 就強電解質 所以強酸就是強電解質 弱酸就是弱電解質 像醋酸乙酸也會解離 可是它只有部分解離 沒有全部解離 100個下去拆掉了30個20個 其他都還是保持醋酸量 你剛才有看過那個動畫有沒有 這模擬的 那個就叫做弱酸弱電解質 弱電解質 OK 那麼強減弱減的意思也一樣 以後就不再講了 強酸強減就是強電解質 弱酸弱減就是弱電解質 那麼基本上酸的酸性是由氫離子決定的 跟它的是強酸弱酸沒有關係 我有一個很稀很稀的硫酸 或者很稀很稀的鹽酸 那裡面因為濃度很小 所以就氫離子濃度就很小 但是它還是叫做什麼強酸 因為它有完全解離 所以雖然濃度 氫離子濃度很低 氫離子濃度很小 覺得不太酸 可是它還是叫做強酸 那麼弱酸不可能很高 因為溶解有個限度 你的解離有個限度 所以呢 一個弱酸是不太可能會有很強的 很濃的氫離子濃度 可是一個強酸可以有很稀的很少的氫離子濃度 OK 這種解離度沒有辦法靠方程式知道 你就寫HCl變成H正跟Cl負 你就只知道它會解離出氫離子跟氯離子 可是你不曉得它會解離多少 這要靠實驗才能夠真正的知道解離出多少 好 那麼我們剛才有跟你提過了 我們在國中程度的時候 強酸都當做百分之百解離 百分百解離 弱酸就知道部分解離 可是不管它解離多少 到了高中會仔細的告訴你 它到底解離成就有多大 那時候高中在講 我們國中就維持這樣就好了 強酸就是百分百解離 弱酸就只知道它部分解離 到底怎麼解離了 就不理它不討論不管了 就是跟各位談一下有關於酸的概述 重點是酸的通信 一定要記活性大的金屬加C酸會有氫氣 碳酸鹽加C酸會有二氧化碳 還有直接的變色要把它備好 這是你要學會的事 OK